初拍的時候 他初拍那一瞬間你在動 就一定來得及 因為他不可能打完的時候 他球會突然轉彎吧 所以你看到他初拍 一出去他急到球那瞬間 你剛好做動作出去 這是最剛好的時間 Yo 哈囉 各位 歡迎來到LiangTV 那今天這一集是我們謝教練來的第二集 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謝教練 謝教練是我們全中運兩面金牌 雙打金牌 然後全排冠軍嘛 也是雙打的冠軍這樣 然後台灣排名也到二十幾名 雙打也到二十幾名 你看這多厲害 雙打專家這樣 所以今天來跟謝教練來請教一下 雙打前排階級的走位好不好 雙打前排階級的走位 因為很多球有打雙打 就只會守直線而已 他不會出來搶斜對角底線的球來贏球這樣 但是大部分雙打的球 應該都是用階級贏下來的吧 盡量以階級贏下來會比較輕 因為你距離短 然後對方反應時間就會更短 也會變短 所以會導致你比較好贏球的方式 所以大部分能以階級贏就以階級贏 所以你打雙打的時候 你會常常用雙上網的戰術嗎 呃有時候會 因為你需要多一點的變化 對你有時候太固定 對方也會知道你的套路 所以你有時候 有時候上網有時候不上網 對方就比較不清楚 說你到底什麼時候要上網 你到底要幹嘛 對你到底要幹嘛 OK OK 好那今天這集的就是 請麻煩謝嘉來講一下 我們雙打怎麼走位這樣 你站階級 都會站在球場的右邊嗎 對大部分 如果都右撇子的話 一定要折一嘛 對他一左右當然是會這樣子 是最好 我站位的話 我通常都會站在球場的這裡 大概 兩隻球拍到三隻球拍的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 不會太貼網 對也不會 你不會說太貼網這樣子 這麼近 大概會大概站在這個位置 大概三分之一處吧 小格子到網子的三分之一處 我看過很多選手啊 球友啊 他們都會站在這裡 站很後面 球友有可能更後面 他怕球 可能反應也沒那麼快吧 對 我覺得這裡就很不好 因為你這裡離網子太遠 你要打距離太長 對 如果你站在這裡的話 會比較輕鬆 因為球過來 之後 你可以做一個開跳步的動作 就是跟著墊步這樣 墊步完 橫向一步 之後往前 出去 打掉 對 你大概會在這個位置 但是你這樣離網子越近越好 因為人家反應時間就會比較短 所以你是說 如果離網子越近截掉的話 越好 對 也不用說到真的很貼網 對啊 但是 如果你能離網子近一點的話 當然會是最好的 因為你 不需要擔心你失誤 因為你有時候距離長 失誤就會多嘛 如果你距離短一點的話 你看你這樣子 截到球在這邊 你離網子只有這樣子的距離 反而會比較少失誤 除非你真的往下太多 而且離太遠我覺得有個缺點 就是 它很容易打過網擊最後的球過來 所以就變成是你要放下來打 對 放下來打就沒有攻擊性 對 然後你就沒有一些有優勢的感覺 所以還是先建議各位球友還是站在三分之一 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對對對 OK 好 那 你是怎麼去判斷 你可以 這個球可以 電不完 出來直接把它搶掉 這樣 通常我都會去看對方的出拍 嗯 因為 你有時候你看了 然後你在出發 你會來不及 可是如果你當它出拍的時候 它出拍那一瞬間你在動 嗯 就一定來得及 因為 它不可能打完的時候 它球會突然轉彎吧 嗯 對 所以 你看到它出拍 一出去 它擊到球那瞬間 你剛好做動作出去 哦 這是最剛好的時間 哦 所以就是先出 就是它出的時候你 剛好動 對剛好準備 然後電不完 然後出去 OK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教一下我們鞋疾的步伐 好不好 我們 從側面開始教 當人家擊到球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開跳步的動作 也叫墊步 我們大概會走 一個 橫的 橫的 到斜的 一個大概一個動向 我們大概就是 往旁邊 斜前 出去 嗯 我看到很多選手 或是球友都會 墊不完就是往旁邊走 這樣子你又變成說你是往橫向移動 你不是往前 因為我們通常是越打越往前 不會越打越旁邊或是後面 對 所以我們大概 墊不完 橫向出去 這樣子 所以你平常練習 節擊出來搶球 是從這邊送嗎 對 我們會從直線 然後送對角方向去 OK 對 模擬一下我們全排金牌的 練習球路 就是你 跳往 你會稍微往前跳 嗯 之後 先橫向 往前 這樣子 會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你直接衝的話 球直接往你身體來的時候 你就會來不及 嗯 往前跳 對 往前 出去 這個防衛 再一次 啊你可以再過去一點點 好 對 再送歪一點 這樣子 因為先橫向再往斜前 會最好 對 所以有雙打Pone的話 就可以這樣練 對 非常剛好 OK 好 我們再來三個 好 好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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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瞄準球場的哪裡嗎? 我會瞄準在球場的發球線位置 或是在發球線後面一點點 因為這邊通常會有一個人 如果你打雙打 打雙打會有一個預減 你最多就瞄在他的腳 最好是瞄在他的腳邊 因為他會變成這樣子撈起來的 然後就會有再而一顆攻擊球 那你再把它壓下去 太棒了 好啦我們再送幾顆 我們再兩個就好 水 對 OK那今天這一集到這邊啊 希望各位喜歡這樣 剛剛已經請我們全排 金牌 兩次金牌嘛 兩次金牌的那個 結局秘訣交給大家 就希望各位 站結局前排的時候 你那個角度 還有那個站位注意一下 然後記得要分腿墊步出來 不管左右手都是 不然左手都是 對 因為你連反拍也可以 哦就是兩邊都可以 對 都用這一招 對 你都用這個其實就 比較容易搶得到球 反而你不會說你會因為怕球 而不敢去搶球 讚 然後這個金牌獎賽的話是不一樣的 哈哈哈 OK那如果你正在看這一集的話 如果你剛好是個教練 你想要把你畢生所學 或是 覺得你教選手 的心路歷程 或是怎麼樣的一些方式 你想要分享給各位觀眾的話 你歡迎來我頻道 我們一起教大家一到兩集 這樣我覺得 台灣網球生態的環境 也會慢慢提升這樣 也可以給觀眾有很大的幫助 那今天謝謝我們 謝謝教練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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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 今天這集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OK那我們下次見啦 See ya Bye Bye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